桃园市70岁陈静男子利用元旦连续假期前往超商 趁店员不住一时窃取高价酒类为赌避警方追查 还特地准备两顶不同颜色的帽子互换图 不过巧遇休假远景前往购物当场逮捕 并起出陈南偷取的四瓶酒 全案一窃到最嫌送办 中央社桃园市政府桃园警分局提供分享 桃园市一名窃贼利用元旦连续假期 民众较为松懈的心理前往超商窃酒 不过巧遇休假远景前往购物当场逮捕 并起出偷取的四瓶酒 窃贼还变称是要用来治疗痛风 遭远景移送法办 桃园市政府桃园警分局武林派出所警员高志丰 今天受访表示 冤旦假期一早前往超商购物时 发现一位男子在货架旁逗留并不断窥视店员 远景见他行为诡异 虽然自己休假穿着便服人特别留意观察 发现男子趁店员忙于结账 偷偷把一瓶高粱酒塞进提袋内 高志丰表示 当男子若无其事离开超商时 他立即尾随男子外出并将他带回 同时告知店员进行清点 确认识妾高粱酒一瓶高志丰立即通报同仁道场支援 查出妾费为70岁的陈南 远景在男子提袋内又起初三瓶微事迹 面对远景询问偷酒原因 陈南竟回答要用来致痛风 高志丰指出陈南最后才向远景坦承应缺钱买酒 才会利用元旦假期前往超商贾易购买饮料等低价商品 在利用店员不注意时窃取高价酒类 为躲避警方追查 还特地准备两顶不同颜色的帽子互换 前面三家超商都下手成功 没想到第四次偷窃 竟遇到休假远景 全暗训后一窃到最咸 将陈南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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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